还有洛杉矶中国城的协和医院 缺乏经费 12月8号要正式席登 但还有协和基金会会持续的运作 那么不只是最近要在金龙酒店举办大型餐会 未来还将要服务整个大洛杉矶区 协和医院关掉 所以只剩下我们协和资金会现在 当然这两个organization是subrate的 虽然说是中国现在已经是没有医院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想 医学博士美国章表示 未来基金会将专注于华富的社会经济问题上 并且扩大服务范围 从支持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关怀华人银法族健康 到联手华富社区服务中心 华美博物馆等组织 推广孝顺敬老的亚裔文化 持续在健康 社会经济 心理与群众福利等方面 透过教育的形式来贡献华人社区 东新闻应用文用志 在洛杉矩的采访报道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